大家好,我是Sammy 上一條影片就講了我去日本和歌山踩單車的九日八夜旅程 很簡單地介紹了一些地方 今集開始就會詳細講一下每一天的單車路線 究竟去到什麼景點、有什麼餐廳好吃 甚至交通、洗費都告訴大家 你當遊記看也行、旅行攻略看也行 還有每一集都會講一下海外踩單車要注意的事 今集尾段我都會講一講大單車乘飛機有什麼要注意 到步之後行李箱又要怎麼處理 記得看到片尾 開始前也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Facebook和IG 由於我乘的是凌晨飛機去日本 到達大阪關係機場 其實已經是當地時間大約6點 想跟大家分享 原來國泰的飛機餐質素已經跌到這麼低 這就是我航班的飛機餐 我第一天住的酒店就在和歌山市車站附近 和歌山市站屬南海電鐵 不是JR 車程大約40分鐘至1小時 因為我要在全座野轉車 搭車時間就看大家接駁車程是否暢順 車費不貴的 只是920日圓 酒店 酒店就來車站大約5分鐘的路程 所以大約早上8點就已經可以抵達到酒店了 不過日本酒店多數是下午3點才可以Check in 所以我們要先Unpack單車 因為帶著這麼大的單車行李箱 什麼地方都去不到 只能將行李箱先寄存在酒店下午再回來Check in 自己帶單車當然要花點時間組裝單車 因為要帶單車上飛機是需要放胎氣的 要不然氣壓改變下車便會爆胎 而我的單車都要拆座位才可以入行李箱 所以在酒店都花了一些時間才可以出發去玩 剛才的國泰飛機餐這麼差 開始踩單車之前當然要吃一頓好 補充體力 在車站附近找了一間cafe 有多士、蛋、沙律和咖啡 這樣的質素都只是530日圓 第一天的行程主要是踩到西北年的嘉泰 一來到和歌山首站 我們就來找這個 打卡位 太平洋岸單車道 其實起點是在很遠的地方 太平洋海岸單車公路的起點在千葉縣的色紫市 沿路途經神愛村縣、靖江縣、愛知縣、三重縣和和歌山縣 全長1400公里 當中還會經過很多景點 包括富士山 SamSam一直都很想踩這條路 在和歌八百都原來有部份跟這條單車公路重疊 我今次的行程都有不少路段是太平洋海岸單車公路 既然今次有機會踩這條這麼出名的單車公路 無論如何都要來這個終點位打一打卡 終點位就在加泰的海邊 旁邊就是淡島神社 網上說裡面有很多人形公仔 氣氛有點詭異 由於我們旅程中還有幾個更出名的神社 所以我也不花時間看這個小神社 在海邊踩一踩單車 欣賞一下加泰海邊的景色更好 不過這天好大風啊 加泰是一個小漁港 並不相葉化 這裡有很多傳統的日式建築 在村裡踩單車都相當寫意 沿途經過這間春日神社 都是小神社 這間神社裡的祈福牌原來是用了鯛魚 事實上在加泰就不難找到一些鯛魚的標記 因為加泰是生產鯛魚的 鯛魚就好像變成加泰的吉祥物一樣 如果大家搭電車來加泰這裡 都可以搭到一架很出名的鯛魚列車 有粉紅色和粉藍色 車身就是魚鱗的 我們踩單車的時候 都不時看到這架粉紅色的鯛魚列車經過 我們最後一天搭電車回機場的時候 無意中都被我看到 對面月頭有這架黑色的鯛魚列車 見有時間 於是都上一上列車觀摩一下 原來列車裡面的內部裝修都很花心思 車裡面的椅子、地板、甚至乎扶手都特別設計過 配合列車主題 其實我今天原先的計劃 是上午先去加泰 然後回程的時候 坐這架鯛魚列車回到幾支村河邊 沿河邊踩幾支村單車路 一直踩到貴志士 再乘搭貓列車回和歌山市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因為其實由和歌山市的車站到加泰 路程大約是10公里 沿途雖然沒有太多斜路 但都是馬路 很多交通燈要停下 又沒有太多景點值得去看 所以原本想著去程就踩單車去加泰 回程的時候就回到電車回來 車程就只是大約20分鐘 一來可以搭到這架特色列車 二來亦可以省一點時間 就可以踩幾支村的單車線 只不過我真的其差一著 竟然把單車袋放在行李箱裡 一拼就在酒店裡寄存 記不記得我上一集說過什麼? 就是在日本搭火車 包括JR 要把單車用包包著才可以上車 連輪子都不可以見 沒有單車袋 沒辦法 只可以改行程 沿路就踩到和歌山市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先到酒店check-in 拿回單車袋 然後再搭貓列車去貴智站 如果大家時間許可 幾支村線都是值得一踩的路線 因為大部分路段都是很平坦的路 又和馬路分開了 就不用跟私家車、貨車在這裡爭行 算是初學者入門級的路線 兩邊景色都很漂亮 這段風景就是我第二天自駕遊 沿幾支村河拍攝 都隱約看到單車路 在這裡踩單車應該都很寫意 這條路可以一直踩到橋本 不過由幾支村大橋去到橋本的御田車站 就要踩差不多50公里 過了井板橋 還要一直上車 所以建議新手可以在岩出附近這地方 就調頭了 或者好像我原先的Planning 踩到貴智站 踩大約20多公里左右 然後再搭貓列車 回到和歌山市 在介紹貴智站之前 也想介紹一下 我在加泰吃午飯的一間小餐館 這間小餐館 其實是我踩單車經過的時候 奇貌不揚 但是看到門口就放著一枝旗 寫著天然地魚 猜到這裡有些新鮮海魚食 所以我們就選擇在這裡吃午飯了 來到加泰的一間小餐廳吃飯 這裡加泰魚廣 當然是吃魚 這裡有一個魚當 最初以為兩個不同的魚 誰知道原來只是份量 這個大魚當 是Double Size份量 這個1300日圓是普通的 如果不是魚增量 就只有1950日圓 還2000日圓 現在是100日圓 又有1.5倍份量的魚 真是很大 我叫了這個 就是1950日圓 魚山增量的一款 份量雖然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但是也有四種魚山 看到也有鯛魚 還有這個啡色皮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魚 還有白飯魚 有蜆 還有章魚 這個味噌湯要額外加150日圓 牆上有一個牌 寫著今天有四款新鮮魚 由左至右 分別寫著 有特產的鯛魚 池魚 章魚 還有雞魚 我有些朋友 認識日文的 他教我這四種魚的日文獨一 應該是Dai Aji Dago 以及Isaaki 不知道是否正確 他們還看到板上寫著天然一本釣 一本釣的意思就是 漁夫利用一支釣缸和一個圓鉤去釣魚 每次只可以釣一條大魚 用一本釣通常都是高手的做法 想不到吃一頓魚山飯可以學到那麼多 至於味道 新鮮海釣 自然特別鮮味特別正 回到和歌山市 都已經接近下午四點 Check in 之後 都沒什麼時間再踩去櫃子斬 所以我們就直接 搭電車過去 為什麼一定要去櫃子斬呢? 因為這裡有最出名的小玉貓車獎 它是一隻三色長毛貓 第一代的小玉車獎 其實已經過了新 現在這個是第二代的小玉車獎 因為很多人 無名來看小玉車獎 於是車站 往來列車都用了貓主題 因而令到櫃子聲名大噪 熟過的朋友都知道我也是一個貓迷 所以行程中無論如何都要坐一坐 這輛這麼出名的貓列車 由和歌山JR站到季智站 車程大約30分鐘 票價是820日圓 坐季智線要到9日月台 差不多是去到最入面的月台 我帶著單車走過去 其實挺辛苦的 上月台的樓梯 兩邊都有小玉車獎的卡通海報 一上去 已經看到這輛可愛的貓列車 不單止外面就貼了有卡通小玉車獎 車內的牆子、椅子、燈、扶手 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就好像進入了卡通貓王國 在中間還佈置到好像一個家居 有書架 都很特別 因為我去到貴子站實在太遲了 到達車站的時候 車站都關燈了 小玉車獎都已經放了工 網上資料說 其實小玉車獎的下班時間 是下午4點 而且不是每天都在車站裡面 真的要看彩數 看不看得到 不過乘搭這輛童話式的貓列車都開心 回程的時候 因為貴子站都不是太多人上車 所以大家看到好像車裡面幾乎沒有人 可以任拍照、任拍片 但其實不是的 當越近和歌山站的時候 就越來越多人上車了 建議如果有人的時候 大家打卡時就盡量不要騷擾其他人 始終不是很多人喜歡被人拍到的 在和歌山JR站附近有很多食市 中午我們就吃了魚山 晚上當然是轉戰吃燒肉 我們選了一家叫做肉十八的燒肉店 雖然要坐電梯上樓 不過店裡都很闊落 放單車沒問題 不過最重要的都是這裡的燒肉好吃 我們叫了這個 是五千日圓的和牛盛盒 看到有四款不同的和牛 合共有十二塊那麼多 其中兩款有很多脂肪 我想說它真的有很多脂肪 入口正溶 你剛才燒的時候 你看到牛肉是反一反的 已經脂肪多到不斷長 你知道它是非常棒的 其實這裡只是和牛盛盒比較貴 像其他的五花腩、牛舌、蔬菜盛盒 其實都是幾百日圓 連上啤酒 整餐都只剩7,320日圓 大約400港幣左右 就可以吃到這麼高質素燒肉 非常划算 介紹單車行程就到此為止 不過片頭也和大家說過 會和大家說一說 帶單車旅行的貼士 今天會說一說 怎樣帶單車去坐飛機 大家買機票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一件寄倉行李 其實你是可以用那個寄倉行李 去寄你的單車 只要你不超過重量限制 但問題是很多時候你的單車會長寬高 加上總和 其實有很多時候都會超出航空公司的限制 不要緊 最重要 你只要在出發之前 記得出發之前 打電話去航空公司 跟他們說一聲 你那輛是單車 將會用單車代替寄倉行李 一般來說 可以放寬長寬高的限制 如果你跟他們說是單車的話 就像我這次的行李 其實是加上160多cm 其實我的行李限制只有158cm 是多了約10cm 但我最初那兩次打電話去航空公司 可能航空公司那邊有些職員太新 不思頭不思路 他們就跟我說 不行 多了就是多了 要加錢 有一個還說 我那件行李要加200美元一程 來回即使要加400美元 比我的機票更貴 我跟一個做旅行社的朋友說 他說我幫你搞定 然後他就幫我打電話去航空公司 找對口職員一說 馬上幫我搞定 這個行李就可以很順利去日本了 其實以往我都試過搭連航 連航的話 他會買行李 其實我那個行李 我一般都不超過23kg 我買到25kg的行李 都一般可以上飛機 唯獨有一個選擇 他說買運動器材的行李 反而這樣就中伏了 因為原來運動器材 它的重量限制只是20kg 20kg的話 我那個是23kg 他說不可以上飛機 結果要罰錢 反而我25kg不用罰 但是25kg的行李 是比運動器材便宜 所以大家搭連航 就千萬買行李 不要中伏了 有些人都想知道 我帶了單車行李 我會不斷換酒店 那我的單車行李 怎樣處理呢 只要大家第一天 和最後那天 預訂同一間酒店 其實你可以要求寄存在他們的地方 只要你訂完酒店之後 跟他們說一聲 說我這一天 我檢查了之後 但某年某月某日 我又會檢查回 期間我可不可以 將行李 寄存在你們的酒店裡 一般來說 大型小小的酒店 不是只有幾個床位 都可以讓你寄存 以往我曾經有四五次去日本單車旅行的經驗 就像這次去杜波海島 其實都未有一次試過拒絕 不讓我寄存行李 不過真的為免麻煩 發生尷尬 對呀 你最好都是事前出發前的E-mail 問他得到確認 那就會比較好些了 有些人會選擇用單車袋 不用單車行李 單車袋就可以摺在 跟身去哪裏旅行都可以 這樣你就可以散卻了寄存的煩惱 我見過有些人 還直接用紅白藍膠袋 去代價摺車 聽他們說 好像未試過撞爛的車 如果大家放心的話 都可以試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 有興趣知道我其餘行程 怎樣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想得到我今天 和歌山至加泰的GPX路線 都可以去我的Blog看 影片資訊欄就會有連結 下集見